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黑龙江大庆的食人宫 东北鱼仙的场面有多震撼 一道传统的铁锅炖鱼又藏着东北人最鲜的怎样追求 四川八中最滋补的黄羊该如何烹饪 液得茂盛一点 黑一点 这手稍微掏两下你看这儿就有一个茂头了 你以为它可能就那么一点 但是再往里挖原来这么大一点 浙江临安 冬日无头挖出春笋的绝迹 味道调查团即将为您展开调查 龙东时节都有哪些最有点过的鲜 在寒冬腊月里能晒着温暖的阳光 约上朋友丢栽其行 本就是件乐事 何况我的计划还不止于此 因为今天我是来着美丽的平沙岛寻仙的 说起长仙就不得不来广东 广东人不是号称无仙不识吗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平沙岛 在这儿寻找美食呢 就一定要骑着自行车去来尝鲜 不过今天天气不错 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运动运动 你看我要去追它去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平沙岛 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原生态江心岛 以农业水产养殖为主 完全没有工业生产的影子 因此空气绝对的清新 不光适合骑行 还为这里的水牛们 提供了最优质的生长环境 郭老师 你好 我的这位朋友人称郭大师 对广东美食有着二十多年的研究 也是我此次寻仙的指路人 咱们要尝什么仙啊 今天尝鲜牛奶 鲜牛奶 在广东地区呢 水流是叫耕流 但是这个水流呢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流奶 那个大麦芝非常高 这个水牛奶 它这个产量高吗 这个产量不高 通常一头成年的那个水流 它一天可以挤 大概三到五斤左右 这个产量其实非常低 但水牛奶的营养价值 远远超过普通牛奶 这也是广东人 为什么要用水牛奶入菜的原因 要滑要浓 对对 你看你感觉那个颜色 也是比较适合 比较白 白一点 因为比较白 因为它比较稠 稠对 这才叫鲜牛奶 对 挤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力道 时间 甚至挤奶的人都有要求 稍有差错 可能还会伤害水牛的感情 影响产量 所以这个活只能是大姐来 牛奶入菜 在今天并不新鲜 但为什么偏要用水牛奶 这水牛奶又会做出什么美味呢 先别急着做 因为再新鲜的牛奶 也是不能直接食用的 至少先要过滤掉奶中的残渣 在烹制过程中 经过高温杀菌 才能放心食用 水牛奶它那个密度 比那个黄牛奶要高 而且它营养价值 比黄牛奶要高1.8倍 哎呀这样就是 哇真是很浓稠的 对 为了看看它比那个普通牛奶 能浓稠多少 我们用两个杯子 来做一个实验 好不好 这一杯是那个普通的 那是普通的牛奶 那你倒了那边 好 我们来半杯吧 这个是水牛奶 你看 你看直接的挂着杯了 挂着 但是 你看 如果从挂杯的程度来看 它挂的时间越长 挂的那个 越白 就证明它那个 浓稠度就越高了 水牛奶所富含的营养 是普通牛奶所不能比拟的 仅提肉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成就了广东一带 一道相当有名的甜点 广东也有个传统啊 如果那个水牛奶浓稠度有那么高的话 它可以直接就做另外一道美食 那种美食叫姜壮奶 很有名啊 很有名的啊 越是看似简单的美食 对食材细节火候的把控就越有要求 水分要少 牛奶的浓度要高 姜汁不能带有一丝杂质 而姜壮奶的这个壮子 更是这道甜品的精髓 看了啊 完了我们就 我们要做姜壮奶 重壮一下啊 对姜壮奶 姜壮奶壮就在这一刻 好 壮一下 姜和奶 香料和饮料 通过香壮融合 最后凝固 组合出全新的味觉体验 头感非常绵密 再加上姜的那个淡淡的香气在里面 结合得非常好 怪不得那么有名啊 这个姜壮奶 姜壮奶 介绍来呢 我就要做这个平沙 最有特色的牛奶振机 牛奶振机 对 浸泡着 浸泡的那个啊 越菜的烹饪呢 它有煎煮炸 它其中有个烹饪的手法 叫浸 浸泡的浸 这样吃起来 那个鸡呢 就特别润 特别滑 而且很鲜 很甜 到底什么的浸法啊 我们看看 这不是普通牛奶 是水牛奶 水牛奶 对 新鲜水牛奶 含有更加丰富的蛋白质 能补气养血 滋润肌肤 鸡肉有温中益气 健脾补虚的功效 牛奶炖鸡 不燥不热 是冬日里的绝佳补品 为了浸呢 咱们这个浸鸡更好吃 今天我们加上了一道广东 就领弹的果黄 就木瓜 对 在广东的水果来说 它是最棒的 是吧 最有果黄之称 那等这个奶开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把鸡和木瓜都放进去 对 一起浸 一起浸 大概浸三到五分钟 慢慢地把它浸熟 水牛奶的鲜唇 与木瓜的甜香 通过简单的炖煮 慢慢浸入每一丝鸡肉纤维中 让本就鲜嫩的鸡肉更加多汁软滑 与之前想象的不同 三者的结合并不冲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绵长 醇厚的复合型味道 软滑了 我觉得浸过这个牛奶的鸡肉 变得更加嫩滑了 对 本来很难想象的三种食材 牛奶 木瓜和鸡 居然能够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道菜当中 又有点像甜品 但其实又是一道很好的养生的汤 由于牛奶本身很脆弱 并不适合烹饪 无论是姜状奶 还是牛奶浸鸡 其实都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还原牛奶的本味 不破坏其营养 但是在广东的厨房里 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龙哥是吗 龙哥是吗 龙哥 今天是你要给我们再做一个水牛奶的菜吗 对 做什么 其实水牛奶可以做成更经典 更传统的菜 炒牛奶 牛奶可以炒起来吗 对 它能成型吗 关键是用它的材料 是不是真正水牛奶 如果水牛奶 炒不出来 炒不出来 就跟那姜状奶似的 对 也出不来 还要用到别的什么吗 要放点鸡蛋清 鸡蛋清 鸡蛋清 鸡蛋清跟这个牛奶的比例有讲什么 对 7比3 7比3 7分的蛋清 和3分的牛奶 炒 炒水牛奶讲究的是祸气 这所谓祸气就是要用大锅 蒙火在最短的时间内烹饪食物 最大程度的保留食物的鲜味 这个中间要调火很难 而且你们这是用小控制的 因为水牛奶的脂肪含量比普通牛奶要高出很多 其脂肪含量高达9% 而奶牛奶则只有2% 经过高温炒制 水牛奶中含有的水分更容易蒸发 自身更易凝固 你能相信吗 这里面就是牛奶 就是水牛奶 尝一口 又有又滑 又有牛奶的香 没错 它其实不光是那种果冻的感觉 还有一点泥的感觉 它是果冻和泥之间 那种特别顺滑的口感 而且再加上 它的这个蟹籽的一点点 新鲜的那种鲜味 提香 特别好吃 原来炒牛奶是这种口感 完全不一样 其实水牛奶的三种做法 我觉得是完全三个不同的口感 对 没错 没错 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最主要的是手工太厉害了 骑行在平沙岛 温暖的阳光撒在脸上 回味着水牛奶的鲜甜 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可你要知道 尤其在这个季节 我的寻仙之路上 并不会走是这样 比如我现在一路向北 跨越三千多公里 来到了这里 欢迎收看由 粉酒中国酒魂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我是孙迅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做石人沟 其实每年春节之前 大庆地区最大的一场东普活动 就会在这里进行了 现在冰面上的温度应该是在零下的35度左右 特别特别的冷 所以这个风吹在脸上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刀削面 但是这个温度并不会影响东北人民 对于在冬季里面寻仙的这种热情 看看我们今天运气好不好 能够逮到什么吧 走吧 先告别它了 虽然东北早已经进入延东 但在渔靶头李大哥和他的捕鱼队眼里 这才是真正收获的季节 每到冬季 他们的任务就是辗转北方内陆各个渔场捕鱼 东捕也称渔猎 不光历史悠久 可上诉至辽金 更因其传统的渔业捕捞技法 成为当今的一道奇景 这是他们非常传统的一个祭祀仪式 在每年的这个东补之前都要这么拜一下 祈求今天能够有好的丰收和运气 看我们今天运气怎么样吧 我们今天要在哪 啥眼啊 我们像我们像那样 在哪 这边是吧 这是咱们点箱的这个地方 这在旁边了 你们是怎么来判断的呀 我们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 我来看哪个能有鱼 夏天也在这里浮育 冬天就知道这鱼的规规律下来 就知道它在那里 大概在哪个市区多一点 对 能够鱼 打冰眼 东北话叫发窝子 说白了就是鱼把头 要找一个起始点来下网 而这个起点 也决定了整个东部的成败 这个好嫩啊 好打 好打呀 我可以试试吗 大哥让我试两下吧 让他试两下 试两下 这往下头就行是吧 拿住了 拿住了 天啊 就是你一不小心 你往前的时候 它就已经下去了 其实就是围着一圈 贴着边给它找回来 是吧 这里边它已经能够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对 接下来 我们要把巨大的鱼网 在冰下均匀 且规律地张开 慢慢地对鱼群形成包围 这就需要以第一个冰眼为起点 分别把网向两个方向延伸 那像这个网 是不是也有讲究 这个网眼有多大 网多大的鱼 我们的网眼是虎大留小 虎大留小 就是小的才留着 以后还会再次 小的才能处见 网眼是四寸半的网眼 四寸半的网眼 为了精准地控制云网的走向和范围 他们需要像个裁缝一样 在这不着边际的湖面上 穿针影线 给鱼群织出一张天罗地网 你看啊 现在咱们这个下网的这个眼 已经把打好了 是红是吧 咱们就从这下来 这还插了一根旗子 就代表这是下网的 是吧 你能看到 其实这个温度是比外面要高很多的 所以它是有热气 先把这个缸的走向 先走过去 先把线 先把线走向 这根树米长的棍子就是针 这白色的尼龙绳就是线 它也连接着整个鱼网 每向前缝一针 就要再打出一个小冰眼 把这根针穿过冰眼 用来确认方向 然后同样的方法继续前进 最后在数百米之外 收网口汇合 整个过程要持续数个小时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粉酒中国酒魂 提示您扫描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 参与讨论 这个就是咱们的出鱼口了 是吧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经过了大概有五个小时的等待吧 对对对 现在基本上马上就可以开始出鱼了 是吧 这网已经准备好了 待会呢 这个拖拉机会拽着往上 因为下面会很沉嘛 对吧 所以人肯定是拉不透的 打鱼的人有句行话 叫石网九空 遇到空网那是尝试 而石人沟湖面太大 鱼群一年一个位置 李大哥确信的是 这次选的点 捕到鱼不成问题 但这一网到底有多少 他心里还是有点拿不准 如果少了 那算丢了手艺 多了又会拖延时间 无法完工 还会影响明年鱼群整体数量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 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虽然从收网到出鱼 只有一个多小时 但好像比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都要长 当然鱼出来的那一刻 人群一定会沸腾 这一幕李大哥从学徒的时候 就开始经历 刚刚有鱼上来时 人们还在疑惑为何鱼不多 可此时李大哥二十年的经验 告诉他真正的大家伙 马上就要来了 鱼是大自然在冬季 赐予北方人最好的礼物 鱼肉中优质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为本土在食物贫乏季节的人们 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营养补充 而冬天也是鱼一年当中 最肥美的时候 哇哇真的很多 这是胖头吗 这是胖头 好大 花莲 这是草鱼 草鱼 什么鱼都有啊 品种多 个头也特别特别大 你看到没 这一长桥到都是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点绝望了 到没有那么多 直到看到这一网的时候 终于看到 那么激动啊 还有最后一网呢 是吗 好好 随着上来的鱼越来越多 李大哥的心里也算有了底 这一天总算是没白忙 李大哥说 收完鱼一定要来一顿大餐 喝点小酒 套劳弟兄们 加油加油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亲历到东部的现场啊 以前更多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 觉得一网一网的鱼特别顺利就捞上来了 但实际上真正亲历过之后 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早上五点钟过来 然后呢 到现在已经天快黑了 这才陆陆续续的要收尾 从一开始可能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鱼收网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还会出现各种状况 然后呢鱼也会把这个口给堵住 最后再慢慢慢慢把它捞起来 这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成的工作 而且需要那么多的人那么辛苦的在这工作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东部 但是出来的成果真的是让人很震惊 大哥 咱们今天一共大概补了多少金鱼啊 我们今天早上五点钟 除了到现在 这几天补有个八九万斤 八九万斤啊 你看八九万斤的鱼啊 今天一天的收获 对啊 今天一天的收获 是不是这个捞完这一网 咱们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呀 对对对 这就可以踏踏实实回家过年了哈 那那个 咱们今天也拿两条鱼回家炖了呗 可以 可以哈 那咱挑两条好不好 好 给我抱一下 大哥拽着 拽着这儿是吧 这是什么鱼啊 大鲤鱼啊 咱们今年就鲤鱼跃龙门 这是好腻头哈 对对对 再挑一个胖头呗 那条大 好 行了那咱再拿 挑了两条最大最肥的鱼 我们来到了吃晚饭的地方 这里其实是捕鱼队平时休息落脚的场所 聂师傅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把捕鱼好手 现在上了年纪 平时在这里负责照看鱼场 而每年这时候 他就多了一项任务 就是负责给李大哥他们做饭 咱先来哪条 先来鲤鱼吧 先来鲤鱼是吗 我这我看他那个嘴唇就觉得 特别过瘾 你知道吗 能拎起来 咱们这个今天要怎么做饭呢 咱们就是铁锅炖 铁锅炖 现在是要给他 先把这个鱼的这个腥腺去掉 腥腺 什么叫腥腺 就是他这里头有一条 那个白色的这个腥腥筋 这腥腺其实是鱼两侧表皮下 感知水体流动的感觉器官 而外界环境的气味因子 会通过表皮上的小孔附着在里面 所以为了保证口感必须要去除 在头身连接处下刀 从侧切面上就可以看到白色的腥腺 轻柔鱼身 让肌肉组织松散 然后用手均匀用力的向外拉 取出腥腺 这一个棉腺似的 你看到没 还真有这么个神奇的腥腺 确实它就不坏这土腥味了 铁锅炖鱼 核心就是入味 调料采用最简单的葱 姜 八角 辣椒 这些最平常的调料组成的味道 其实是东北人记忆中最下饭的味道 是东北人最鲜的定义 只要这锅里能放下这银子来做 好 盖上 诶 念师傅 那像这个鱼咱们都是这样单吃吗 有没有什么配置的 一会等到这个鱼完成熟的时候 贴点饼子 贴饼子 一锅就出了 太好了 我最喜欢吃 是玉米面的吗 是玉米面的 太好了 和炖鱼搭配的必须是同一锅里出来的玉米面饼 鱼肉的鲜味和粮食的香味在锅里相互作用再次发酵 使得东北人的餐桌上哪怕只有这一道菜也能让全家人吃的开心满足 好 可以 大白菜 大葱切丝 生鱼切片 配少量的盐 充分搅拌 最后再淋上刚出锅的辣椒油 你没有看错 这就是东北最具特色的凉拌生鱼片 可在我的印象里 生鱼片一定要用深海鱼 调料一定是芥末和日式酱油 但当它以下酒的凉菜出现在我眼前时 我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好像也很合理 这要吃底下这层锅吧 这一个饼够大的 我觉得这鱼就得炖成这么烂烂的 好 走菜 吃饭了 来来来 快看我们做的鱼 来来来 你们都辛苦一天了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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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菜太硬了 我觉得 你们是平时老吃鱼 觉得不新鲜吗 我们听看也总是鱼 是吧 主菜就是鱼 主菜就是鱼 来来来来 先来一口 辛苦辛苦辛苦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其实蘸点这个 蘸点这个汤吃应该好吃 对对 我是不是也挺会吃 嗯 哇这个味道太到位了 我们东北炖的鱼就是非常入味 对口味比较重 但是配上这个玉米面饼是最好 最好吃的 李大哥和弟兄们今天第一次露出了放松喜悦的笑容 从凌晨五点到晚上六点 十三个小时 我体验了东补的全过程 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懂得这笑容代表什么 它是丰收的喜悦 也是对兄弟们的感谢 李大哥和他的东补队还将跟赴其他地方继续奋战 我用这顿饭祝他们好运 八中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北部 其境内不光拥有珍稀冻植物繁多的光雾山 还有嗅水齐全遍布的诺水河 那么龙东时节在这样一个风景秀美 物产丰富的地方 到底可以寻访到何种意想不到的仙呢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我是孙迅 说到冬季里头寻仙呢 就不得不提羊了 这寒冷的冬天里啊 喝点羊汤吃点羊肉 整个人都会觉得温暖起来了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四川八中呢 就盛产一种黄羊 它呢就生活在这样海拔八百米以上的山里头 你看这样有山有水的地方啊 出来的羊一定品质很好 南疆黄羊是八中市南疆县一带最有名气的肉用型山羊 因肉至佳口感好 现已成为全国首个进入中南海国宴的专用羊肉品种 羊肉温补 但因常吃或者多吃会对人体造成燥热之感 所以羊肉通常在冬季作为滋补菜式出现 不过主要生活在海拔八百米以上的南疆黄羊 因其品种独特 所以它的肉质相比普通羊肉少了分燥热的特点 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 大阪你好 你好 今天咱们这儿有催面是吗 对 这是杀了羊了是吗 这就是咱们八中的黄羊吗 南疆黄羊 这都已经是刚新鲜杀的 刚刚炒的 可是好像不太一样 这是汤皮的 这带皮的 这俩都是不带皮的 这是烤样 烤样就不要带皮 所以这三只羊的做法还都不一样 对不都不一样 三只羊的做法不一样 这三只羊 这个怎么不同做法吗 今天 这个小的做烤样 中号的 中号做羊汤 羊汤 过年就要做点全羊汤 羊全羊汤 整只羊都在里面 这位菜师傅 就是今天这场村宴的主厨了 他告诉我 过年时 八中农家几乎家家家户户 都会宰羊吃羊 至少两只羊 一烤一顿 这是最有年味的吃法了 然后把这些内脏都去掉了 八中的烤全羊 通常选用不满人碎的公羊 因为公山羊在放羊的时候 运动量比母羊大 所以其瘦肉多 口感嫩 大哥现在装到盆里了 是不是要给它调味了 对 简单的调味 这是盐 盐 还要放啤酒 那怎么要放啤酒 去除羊肉的山罐 两个酒一块 然后还要放葱 用啤酒 白酒 与食盐混合 加入拍散的葱段 制成的调料汁 不光可以剃除山味 还可以提鲜 这是最简单 也是最传统的方法 我一烤 那个香味 马上就先出来了 是吧 对 就先烤四分钟 然后再刷调料 再烤 再烤大概多久 大概 还要再四十分钟 烤羊肉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 烤全羊讲究功夫 两个小时的烤制不能离人 只有这样 烤制出来的羊肉 才会外焦里嫩 鲜香有味 咱们做羊汤用的羊 跟烤羊的羊就不太一样 这明显要大一些 要大一些 这个羊字实现就是在 一年半 一年半 一年半以上 在公母有区别吗 有区别 这个是母羊 这只是母羊 母羊 烤羊要用公羊 公羊 为什么呢 它的生产周期要长 母羊的生产周期要长一些 要长一些 而且感觉就是 要稍微肥一点 要稍微 有一点油脂多一点 对 油脂要多一点 采师傅说 八中羊汤 讲究的是肉肥汤浓 而羊后腿的瘦肉居多 不过这并不影响 它成为另一道八中特色美味 羊皮要去掉 做好的羊肉 先炒后炖 是最传统的去山方式 还能将汤汁变成奶白色 好 下羊肉了 白酒和啤酒都得用 都是去腥的 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鲫鱼 鲫鱼是我们府里的野生鲫鱼 这个鲫鱼是要放在 放在这个羊肉汤里 在一起煮 对 将湖中野生的新鲜鲫鱼 处理干净后 用纱布包裹好 一同入锅 但这可不是为了方便一汤两吃 实际上 放入新鲜的鲫鱼 并不是为了吃肉 而仅仅是为了给这锅羊汤提鲜的 包裹纱布的原因 也是为了避免细小的鱼刺入汤 影响口感 这样的鱼羊搭配 可是真真正正的对得起这个鲜字啊 大哥 你们这儿这橘子这么甜的 这是咱们这儿自己产的 我自己产的我们的红橘 这个要用橘子吗 有用 真的要用到 对了 这样用到 我以为你是招待我吃一下橘子 就是把那个羊肉 这个拌好羊肉 然后就再放到橘子里面 还有橘子里面 拌拌 把那个里面那个橘子肉掏出来 你要那个芹 然后把它填进去 对对对 就这样 接下来的这道菜 接下来的这道菜炖羊汤剩下的羊后腿就成了主角 粉蒸羊肉 粉蒸羊肉 所有的滋味都来自上锅前的腌制 葱姜蒜这老三样必不可少 豆瓣酱入味 菜籽油增香 最后配上蒸肉米粉 上锅蒸制15分钟 不过这只是完成了这道菜的一半 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最有特色的部分 就是现在做这个装羊肉的菊花了 对 就是咱们金菊羊肉的这个 对 这个菊花 这菊子长得特别红色 很好看 一个盖去一下 盖去一下 然后把羊肉填在里头是吗 羊肉装在里面 你看这样就是一个完成的菊子了 对 它既是一个容器 同时也能给它增加这个香气 让它有清香的味道 精巧可爱的红菊不仅是盛放粉蒸羊肉的容器 在下一轮的蒸制中 还可以赋予这道粉蒸羊肉更加清新的口感 哇 哎呀 一看就特别香啊 这道菜有个好听的名字 红菊黄羊 今天这全羊宴所需的材料 几乎都来自当地村民房前屋后的天然食材 不管是新鲜的黄羊 鲫鱼 还是我手中清香圆润的红菊 纯天然的味道更为这份鲜加分不少 太好了 这要蒸多久啊 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啊 好 等到待会儿接锅 它就香气出来了是吗 来 盖上 就在金菊黄羊上锅蒸的时候 蔡师傅助手那边的烤全羊 也开始刷最后一次酱料了 这里头有什么呀 密质的香料 密质的香料 又是密质的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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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这是又有碎皮又有肉的是吧 对对 尝一口 哦 这个羊肉一丝丝的那种头感 慢慢这还轻轻 很有嚼劲 而且是越嚼越出味 最关键的是这个料条的特别的好 你知道吗 配合上这个羊肉 所以最后吃起来你会觉得很有味道 果然是很白啊 虽然不是身处在白雪矮矮的北国 但是此时南方冬季湿冷的天气 却也是近夫入骨 此时这碗浓郁奶白色的鲜香全羊汤 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 一连喝了几大口下去 刚刚还冷到骨子里的我 瞬间就暖和了起来 为什么连喝这么多口 主要是我觉得 这个在特别寒冷的天气里 喝上这么一口温暖的羊汤 确实特别舒服 这香浓的全羊汤 真不愧是冬季进步的首选 金橘黄洋 金橘黄洋 现在好了吗 好了 好了是吧 好 这锅 这是我最期待的你知道吧 这锅 刚一揭开锅盖 扑鼻的菊香就将我包围 满屁的小红菊不光更加圆润可爱 连色泽都比之前更加艳丽了 是吧有果味 有果味 闻的就是 香吗 真的是不一样 它有很 就变得比较爽口的感觉 嫩嫩的口感 加上清香的菊香 配合在一起 真的是一种完全全新的口感 秘制烤全羊 吃骨全羊汤 金橘黄洋 随着一道道大菜上桌 场面变得更加沸腾 老人们也钻起酒杯 与年轻一辈开怀畅饮 好不热闹 在八中过年 除了不可不吃的黄洋 还有这极具历史年代感的提领戏 只有边吃黄洋 边看提领戏 才算得上是完整的过年 这个专注于皮影系的家族 如今已经传到了第七代 曾经的热闹 由于电视的普及慢慢转弹 但在节庆之日 当地人们还是沿袭着 吃羊看戏的老传统 也许只有这样 才算得上是八中 记忆中过年的味道 冬笋是毛竹竹边侧芽 发育而成的笋芽 因未出土埋于地下 所以挖冬笋的技巧 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头多吗 五师傅 今年应该是有人挖的 今年是大年 它这个竹子会大小年的 今年生一年不生的 就是一年隔一年的是吗 一年隔一年的 像今年就像是生大年 叶子看起来就黑一点 茂盛一点 叶子茂盛一点 黑一点 竹笋丰收的年份叫大年 但土壤中的养分 会因此消耗过多 从而导致第二年笋的产量锐减 所以丰收之后的一年 又叫小年 竹笋虽长在地下 可真正有经验的老师傅 却要向上看 因为刚成熟的嫩竹 是很难有损的 所以老先生说 找竹叶成深色 稍老一点的竹子 然后在它附近的三四米处 就可能有收获 不能撅啊 一撅的话 它可能就半个就出来了 就只剩一半了 又上来了 来来 你赶紧趁它那什么之前 赶紧救一下 这颗笋 是这样 我的天哪 你看 其实真的 这颗笋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 要生长得结实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很难讲 你肯定露出那么一点点芽 对 你以为它可能就那么一点 但是再往里挖 还原来这么大一颗呢 对 这比咱们刚挖的 那个就要大很多了 我们刚刚总结了有几个办法 是吧 第一笨的就是连片袍 对 就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懂 就是连片袍 就连片袍 你总归看看那个运气概率 对对对 就说不定运气好 下一种方法就是 类似像我们这种话的 就找到一个竹编 顺着那个 跟着那个竹编 竹编下来 然后第三个就是定点 对 有经验的 经验丰富的 就看着 看着那个竹子 看着它长势 长相 就相当于咱们仨一样 像我就是连片袍 这个吴大哥 您现在可能是 按照这个竹编 是吧 这老爷子 直接就定点了 是吧 在确定范围后 只要仔细留意观察 如果地上有 稍稍凸起的嫩芽 那就可以锁定目标了 而挖笋 就太考验技巧了 鲜笋质地松脆 稍不留心 这天赐的美味 可就浪费了 走吧 咱们 好 入冬 南方的阴冷 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冒雨 亲手挖出的冬笋 更让我体会到 在寒冬腊月 要吃到这口鲜 是多么的迷足珍贵 那么现在 就让老吴 用他的厨艺 赋予冬笋 锦上添花的一笔吧 咱们要做的是 卤笋今天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冬笋 对 所以现在我们 今天挖得很辛苦 但它还是有 那个老的不能吃的 对 其实就是你 外面看一颗笋 还是挺大的 对对 其实能使用的部分 也就可以一小几 保留它最嫩的 这一部分 看它尽管白净 因为我们切完之后 切的大块之后 还是要放在水里 抠一下嘴 把那个炒汤 去掉一块 卤味大多以肉菜为主 而把肉换成了冬笋 在浓烈的咸香过后 尝到的那口清爽的甘甜 是临安人 对于鲜的另一种诠释 酱油 食盐 辣椒 等调料制成的卤汁 通过简单的收汁 进入切块的鲜笋 便成就了这道卤冬笋 这味道肯定不一般 我这迫不及待了 好了吧 这个拿手吧 这个味道太到位了 你直接就拿它了 我是等不了了 有一点点辣 但是那个咸味 咸度适中 其实真的有那种肉的味道 虽然它不是肉 但是却有肉的那种香味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你看它煮了 熬了那么长时间 但是依然能保持 这个笋的鲜脆的口感 对对对 这是最难得的 一层一层 特别嫩的还是 在浙江吃上食令冬笋 再平尝不过了 但每到过年 能上餐桌的笋 在当地人心中 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春笋 一般冬笋是指冬季 尚未出土的毛竹笋 春笋只是长大了的冬笋 但这里提到的春笋 则完全不一样 首先它必须是雷竹的幼笋 更重要的是 这种笋只在三月后才会成熟 雷竹春笋照比其他竹笋 味道甘甜 口感脆嫩 有机和无机盐含量丰富 而且相比于其他蔬菜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冬天 浙江人还是非要吃上一口春笋的原因 而我要想尝到这么奢侈的鲜 就需要何大姐的帮忙了 大姐 这个也是咱们一块挖笋的 对 大姐 这上面撒的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那个坑是吧 对 它为什么要撒这股糠在这呢 这个是保暖的呢 保暖 然后又比较透气 是吗 这盖的上面 然后它就可以从底下 就感受到温暖之后 就自然生长起来了 对 哦 还真是 这你撒一次糠要多长时间 撒一次糠 这一块地撒一次糠 起码要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对对 撒完之后 那咱们要等 撒完之后 就要过十来天到二十天左右 才能孵出来 二十四五度 这个温度了才能 哦 对 慢慢慢慢加温 对对对 哎 采出去好软厚厚厚的一层哈 感觉像铲在弹簧上一样 你知道吗 就特弹弹的 哦 这手稍微掏两下 你看这就有一个冒头了 对对 看到吗 嗯 这笋的生长环境 不好搞得太开 搞得太开的话 温度要降温的 这就拿出来了 你看 轻轻的 两下 是吧 这个要比冬笋好玩 为了在冬季 也能吃上春笋的鲜味 人们想出了 敷笋这个办法 这些采上松软 如从沙滩的覆盖物 大多由骨糠 豆干等天然材料组成 曾经被忽略的下角料 如今却化身 让春笋提前几个月上市的神奇棉被 看来 为了吃上寒冬腊月里的这口鲜 人们的智慧果然是无穷的 何大姐在天木山有自己的一片竹林 我们挖的笋都是她亲自敷种的 而她经营的这个农家小旅馆 核心竞争力就是何大姐的厨艺 当摘的春笋去除洗净 瞬间变得洁白如雨 对于春笋 无论哪种做法 精笋只有一个 绝不能破坏春笋鲜脆的口感 现在春笋都已经削好了 接下来咱们是要做什么菜呢 做一个是鲜肉炖笋 这是咱们这边比较家常的做法是吗 对 这个我们是就是说每年春节 我们农村里必吃的菜 过年必吃的菜 对 鲜笋切断 自家腌制的咸肉切块 放入砂锅添水 再加一把盐 就可以上锅炖煮了 在我看来 这种做法简单的有点过分 但实际上 这咸肉炖笋 至此已经是五味俱全了 咱们现在做油闷春笋 对 其实这道菜是很经典的 当刀沿着笋的纹理轻轻切下 那极肤质感却有清脆无比的声音 是新鲜的食材能够发出的最好听的声响 炒油闷笋一定要用这个菜脂 对对对 它就要有一个特殊的香味在里面 对对对 没有葱姜蒜 炒菜常见的花椒 八角 辣椒 也不见踪影 仅用菜籽油 盐 糖 加上很短的时间 便成就了这道极富盛名的油闷春笋 虽用油闷却没有一点油腻 加了糖反而激发了春笋自带的鲜 春笋本身的鲜味足以取代任何提鲜的调料 每块咸肉又都以肥肉为主 经过高温油脂慢慢深入汤中 而春笋的纤维比其他笋类更容易吸收味道 二者相互作用 又不互相抢占风头 无论吃笋还是喝汤 都是极致体验 开饭了 哇 看这个 这个是我期待已久的 好香啊 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是吧 来来来 我们吃饭吧 赶紧尝一口吃热 对对 先尝一下这个 这是咱们的咸肉炖子 这大姐说是咱们过年必吃的 来阿姨来尝一口 味道刚合适 你看这个笋本来挺白的 但是呢 我觉得它吸收了这个咸肉里头的那种油脂 完全吸进去了 然后又有一点点咸味 所以它就变得很润 但仍然很脆很嫩 这笋太棒了 可以熟透了 这最后一位仙 不是鱼也不是羊 却也把仙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一路走来 我尝到冬日里最极致的鲜美滋味 突然觉得 哪怕是寒冬腊月 人们对仙的渴望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食欲 在每一个春节里 这种最鲜的追求 是为了辞旧 更是为了迎新 是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期许 当它在唇齿间绽放 并让你露出满足的笑容那一刻 那种感觉 也许才是我们记忆中的年味